大家好 龙康万能打印机第八代T恤数码硬化机正式上市 然后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磁化打印机的一些配置 首先打印机最重要的核心部件 就是传动的部件 采用的是武器的护进电机 工业化的射流性 稳定性都比较好 连续工作24小时都没问题 它就像系绳的发动机一样 首先这是一个核心的配置 就是传动电机 然后自打印机还配备了连续打印功能 同样的图片打印 它不要每次去点电脑打印 只要一次性输入10分甚至上百分 然后只要操作打印机即可 就是连续打印功能 然后自打印机配备的是 公业化的铝合金结构 它比较轻便 然后结构稳固平整 这几个优点 然后这是一个连续工作系统六色的 墨水在外挂的瓶子里面 清晰可见 打印快没的时候也自行加入即可 然后现在给大家简单的来演示一下打印的效果和流程 首先这是一个铲片 打印好的铲片 我们把它拿下来 这是打印好的一个效果 现在再给大家打印一个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成人的成人T恤怎么卡 衣服领好以后 把它平肤的这个台面上 把卡衣服的卡下来 拧着朝前 左右两边缝 袖口一样多 后面下摆左右一样多 给它抹平即可 然后把这个框一下卡下去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卡衣服的一个装置 把它拉平 这样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一个流程 然后给大家还是打印一个彩片 彩片跟卡衣服的装置 方式是一样的 只要扑平左右一样 把这个框卡下去即可 好 这样就卡好了 卡好了 这是一个三个按键 是什么作用呢 一个拖机连机 右边的 是起的一个打印过程中 就像暂停的一个功能 然后一个前进一个后退 前进又称为归零 打印完以后只要按一下归零 它自动的回到这前面 按一下打印即可 然后这是一个后退 后退一般打印它自己 自行的后退的 一般用不到 那是平时卡衣服 如果想调这个高低啊 或者是打印出现什么问题啊 后退可以用得到 好 或者到前面以后 电脑点打印即可 现在我已经点过打印命令了 按一下这个静止灯 它已经收到了命令 就开始打印了 好 已经开始打印了 好 已经开始打印了 好 已经开始打印了 好 现在给大家细的来看一下打印的效果 使打印记最大的优点 也就是行业里面精度最高 分辨率达到5760乘1440 没有任何机器比这个机型精度更高了 现在打的一个是将近A3的幅面 大概用时是五六分钟 如果你的图片越小 它时间越快 它就根据你的图片大小来决定的 最大打印30乘40 然后这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包装箱 就是打印机 售出